大家好,我是Ricky 今天天氣很好,有點曬 所以我的眼睛默得不太大 如果我領過有少許陰陽面 如果我領過那邊,我的眼睛默不太大 為甚麼今天會跟大家有影片呢? 因為之前我有一個post 就是跟大家介紹一個區叫Klyne North Klyne North在墨爾郡東南面 在一個區叫Barrick的下面 大家都好像對這區有興趣 但是同時有點陌生 為甚麼有興趣呢? 因為這區始終發展比較新 我看我們後面的facility都很新正 而且這個樓價都很親民 但始終這區對大家來說比較新 還有之前可能有一些住得久的朋友 這區以前就是一個工地或者農田 完全不熟悉現在最新的發展 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走訪Klyne North這區 我現在身後面呢 就是這個叫Slenderize的community hub 這個community hub 類似就像香港的社區中心那樣 那裏面有些甚麼呢? 在疫情之前裏面基本上 逢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日都有活動的 日後的時候就有小朋友的興趣班 有數學、空手道等等 晚上就有大人的班 例如是瑜伽 那我以前呢 參加Toastmaster那個會呢 都是在這裏的 那我們一起走訪一下Klyne North這區了 好,那在community hub對面呢 就是我這裏後面的商場了 那這裏就是Slenderize的shopping center 那你見到大家大招牌 是在綠色的超市場 那裏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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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面是小手指指著的位置 對了 那就是這裏lesoft café 那這家coffe shop呢 曾經當選 Kardashians 那麥爾本的cafe of the year 那我們稍後撬下去看看 大家看到 都有一群人排行隊 今天一個星期六 早上已經有一群人排行隊 那可以觀察到這間coffee shop 就多受歡迎 對了 我也買了一杯朝聖 是啊 creator大家 早上啦 這個商場除了燒烤市場和咖啡店之外 都有齊實生活設施 例如Dental,我也在這間看過牙醫 還有Medical Center Medical Center的醫生除了英文醫生之外 還有普通話和廣東話醫生 不少就是Gym Room 在澳洲Gym Room是很常見的 Gym和美甲店是兩個不可缺少的商場店 這個商場後面是巴士站 我們先走過去 過了商場,對面過馬路就是湖邊公園 這個公園都可以 這些地方簡直是非常適合的地方 用來居住和生活 在新發展區裏面 其實人口的增長和交通都要雙負雙城 後面這條路就是做工程 隨著人口增長,新屋入伙 道路的擴建都要雙負雙城 後面這條路就會直通到屋苑那裏 你看到後面封路和工程車 原本是單線雙程 雙線雙程 總之是每邊一條連結 現在將會擴闊到有兩條連結 這條路建好之後交通也會暢順很多 說了這麼久 另外我們了解附近的配套設施 商場 社區中心 究竟居住環境是怎樣的呢 我們現在去了Kleinnov其中一條 起好的街 這個community裡面其中一個發展成熟的地方 我們一起看一下 認識一下究竟生活環境是怎樣的 這條大概可以有個概念就是 在Kleinnov大概的住宅環境會是怎樣的 另外新發展區有個好處 就是每隔大概一段路就會有公園 你看到後面有個好大的公園 剛才那個湖邊的公園走過來 有點喘氣 走了大概十幾分鐘 有另一個公園 這些就是在一些新規劃的地區裡面 多了很多這些生活的元素在裡面 那我們去玩玩吧 HELLO 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到哪裏呢 我們現在就在這次屋苑的對面 對面是一個發展成熟的區來的 你看到後面 就是這裡 有公園 在後面呢 就已經發展好好的社區 那我們的屋苑在哪裏呢 我們試一下看一下 就在對面 對面 對面哪裡呢 對了 對了 看到這裡 對了 就有一些泥頭的位置 現在在做地盤平整 當地盤平整的時候就開始建屋 建好之後就好像我們剛才看到 對面的社區這樣一個發展成熟 住得很舒服 這條街道很整齊的新社區 那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Kline North 和介紹這個屋苑 大概有些初步認識 那如果你對這個區有興趣 或者想對墨爾本的生活了解多一點點 歡迎PM我 那我可以再和你個別去交流一下 那我相信我可以給一些很中肯 也都可以有價值的意見給你參考的 那我們今天先談到這裡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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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